緬甸上星期的軍事政變後,規格的局勢變得越來越激烈 警方星期二在多個城市向一群和平示威者開水槍 星期二救援人員在印度北道的山谷當中尋找生患者 部分喜曼拉雅冰村破裂造成毀滅線血災至少有31人死亡165人失蹤 世界衛生組織研究小組得出結論說 冠狀病毒不太可能從中國實驗室洩漏出來 並且很可能從動物身上跳到人類身上 海地總統在他五年任期結束後拒絕辭職 抗疫者星期二在太子港和警察發生衝突 星期一摩洛哥丹澤爾的街道被洪水掩滅 當局確認至少有28人被一同用非法廣職工廠的別墅地下塞的洪水掩死 中文字幕提供